喜欢巧克力奶油的,一定不要错过这条视频 今天教大家三种方法 第一种低成本的新手配方 下前打奶油记得准备一盆冰水 然后把细砂糖、可可粉和淡奶油倒进碗里 直接进行打发 这种方法打出来的奶油质地会有一点糙 但是问题不大 第二种是懒人做法 砂糖、巧克力酱和淡奶油 一起打到顺滑有纹路就好了 需要注意的是,巧克力酱的好坏决定了奶油的口味 大家尽量选好吃一点的巧克力酱 第三种是PH大神的方子 学会了就能解锁号称最好吃的巧克力奶油 把淡奶油加热,然后冲入巧克力里 用淡奶油的余温把巧克力融化 然后保鲜膜贴面 一定要贴面防止水汽进去 冰箱冷藏4个小时 你就得到了巧克力甘纳许 然后加入细砂糖、淡奶油打发 这是三种方法里口感最浓郁的 觉得有用的话请给我点个赞